他号称是中国第一狠人 绝对力量天下无敌 更是放下狠话叫嚣整个搏击圈 还声称练拳击的只有挨打的份 并且表示自己摔跤在整个亚洲无敌 这个嚣张的家伙名叫吊打哥 放话自己要吊打搏击圈内的所有大忙 圈打这种小题啊 手势王赛几几点 唯一还有四天就要挨打了 别跟我杠 你们杠不赢我 打一百番战也是输 你尽量距离挨揍 还有五个小时 不要跟我扯什么还有一面啊 今天晚上肯定挨揍 我说的周思铭你跟我打 你就用你擅长的拳击 我用我擅长的MMA 在内台上我不仅要把你KO 我还要把你打成猪头 一龙啊 你现在是真不要脸 知道吧 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MMA规则 敢不敢 你信不信我死给你打出来 这口气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排的上号的搏击大佬他都要打 并且还要把五僧一龙的屎都给打出来 能如此狂妄地叫嚣 那么实力肯定是非同一般的 随后他又发视频叫嚣世界格斗冠军王赛 王赛 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这么多年以来大家是你的实力 一直暴动自己 而我啊 对于你到底是不是四天台湾 这个我也不去争论 我做一名业业玩票 我想轻松检验一下你的实力 你到底有没有四天台湾的选拟 眼下有一个方法 那就跟我打 如果你身边没有问题 我会直接去到北京 去到你的台湾 找你交流 相信全米粉丝们对王赛肯定不陌生 他在业内被称之为火麒麟 并且多次在世界综合格斗的赛事中掌握冠军 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聘请为格斗教官 就是这样一名选手调打歌也是放下豪言要将其调打 我要打四哥王赛 于是火麒麟王赛便对其进行了回忆 是因为他的嘴太强 之前骂过我 骂过景亮 骂过张伟丽 还骂过健美圈的人 大家都想看我哄人的揍他解气 但我做一名职业拳手 既然接受了他的挑战 我不是为了解气 我会让他服气 练拳 并且练成顶尖拳手的目的 是想成为在这条路上打拼人们之灯塔 而不是用武力去显示自己的威服 砸灭别人手中的灯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真的想试试差距 大家可以正向交流 我保证从金银以后让你闭嘴 看到王赛回应了自己的叫嚣 吊打歌也是丝毫不莫及 火速前往北京来到了王赛的拳馆 王赛见这个家伙居然真的打来 便非常贴心地表示自己不会将气KO 只会在擂台上和他简单地探讨一下 我本人尽量不想去KO你 但是我会全程陪你玩技术 但是这个技术来说 圈女无眼 当然可能也是会有些重量 于是两人的比赛立刻就开始 开场后的吊打也是直接不准出击 随后立刻开始了他的亚洲无敌摔交集 结果发力了半天王赛却毅力不同 而吊打歌则是把自己吃奶的镜都给弄了 王赛见状则是一把提起吊打就拎到擂台中间 随后一把将他给摔翻在擂台上 而此刻的吊打则是死死地抱住了王赛的打 这一下可把王赛给整毁了 征战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有人这样拿比赛 无奈的王赛只能用小拳拳打到他的头上 生怕太用力把吊打歌给送走 接着王赛顺势将大腿抽出来接着一个带摔 直接将吊打歌摔翻在头 吊打歌则是被摔得晕头转向 这亚洲第一的水平似乎不太行 带走 王赛剑摔翻在底 结果在王赛看来 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家家 接着一个过腰摔 直接将吊打打在地上 随后骑在吊打的身上 就开始疯狂地打走 并且还给大家表演了一下手臂 十字五 王赛剑吊打没有反应 直接是开始发力 这一下可把吊打给你 随后吊打哥在擂台上不断地排队 也不知道还想不想继续比赛 王赛剑状也是再次开始鼓励吊打 吊打还是可以 全还有份的 这里面没装东西吧 别装断了签 听到赛哥的一番 赞叹吊打再次温起去的 结果还没打一会 又抱住了王赛的大力 无奈的王赛 只能被迫地骑到吊打哥的身上 此刻的王赛并不想进攻 但是却把吊打下的爆头放手 又是一个十字铺 把吊打的都不挂乱讲 这时的吊打可以说是真的被吊打 我没使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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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 没 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谭秉说让赛哥小心 说吊打是要拍踢车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吊打是什么 吊打30个人 然而比赛的时间还没有结束 王赛害怕吊打哥又不想比赛 再次对吊打哥的技术给予任务 场下的观众也是纷纷为吊打哥加油 毕竟大家还想看个吊打哥被吊打 于是吊打哥重振齐虎在出发 直接向王赛发起了铺铁的进步 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干翻在底 王赛见状也是笑得何不如同 起身后的吊打再次准备开始交手 结果没打多久又被王赛一把摔翻在底 然后对着他的嘴巴又是一步输出 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被侮辱的吊打和愤怒的起身相当很大 结果一把扑到了王赛的怀脸 这次的王赛简单的意思了一下就放过来 回头就看到吊打摊坐在地上刺口 随后王赛表示什么时候 浮了什么时候精神 听到这话的吊打却依然表示不服想要记忆 不得不说吊打的嘴里拳头要鱼 挨了坐的吊打却愤怒的想要走下 结果不言而喻又被按在地上暴走 此刻的吊打哥已经被打得神智不清 于是便不再走和王赛表示自己 咱俩是在家吗咱俩不是在家 对吧我是不是百分之十度用的 对吧之前你说我 我是什么 这个我最不爱听的什么 你们说我是包夫婆 包夫婆 我关键我没包夫婆 对吧说我跟谁要四十万 这是有些人说 但是你说 你不能去诋毁别人 对吧 就是技术不行承认别人优秀并不难 你可以跟我练 我来教你 但是你们不能天天在网上去诋毁去喷 这个不试炼我们的一个技能 就服没服这技术 是不是我还没用技术 就是我站在那里你没摔动 是不是 你不能说回头王赛天下练力量王赛力量大 回去不能这么说 没有 来交给你 你跟大家互动一下 来 那个兄弟们啊 那个 王赛的磁力我今天是是是挺味道的 哈哈哈哈 聊聊聊 赛哥赛哥这个这个 无论是力量还是技术啊 包括古德 都是杠杠的 真的 打得老老费劲来 哈哈哈 你们那些说检验他来了 你们 来试一下 本以为事情到此就已经结束了 吊打哥被移动吊堂之后还是无情 谁知道回家训练一段时间的吊堂用 再次和王赛打起了嘴巴 一定要让我展现出一场胜利 来证明我自己最近的训练成果 那么可以 我们二番战 我希望您能够来到我们温暖美丽的大广东 因为第一次啊 在北京我水土不服 巨大的扣掌作弹压力让我感觉到很不适 虽然说我知道自己怎么也打不过你 但是二番战您如果能够来到我这里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 而且赛出我平时应有的训练风格 接受交流的这段时间啊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要效会根据距离我的远近和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小 有些人回去 没练几天就觉得自己又行了 例如吊打 虽然是服了 但是最近呢 还是有点要嚣张的趋势 所以不管你啊 是不是为了大哥们支持你而再挑战我 所以你先打败一个 与你水平相当的人 用一场胜利来换再来北京的门票 那么你们觉得吊打训练多少年能打败王赛呢